好 各位晚上好 我们继续讲 第一 第八章 第七章的第一小节的 第一个制止点 第二个制止点算是 我们看一下调试对象建立 就是上一课我们一直在说调试对象 调试对象 他们怎么怎么建立的呢 就是windows他调试对象 他调试的时候必须先建立一个类似管道 就是调试对象一个东西 然后再调试进程和被调试之间传递信息 这管道就是调试对象 而调试器啊 就是我们这个调试器它拥有什么呢 拥有调试对象的聚饼 然后从而我们知道聚饼就可以对 这个对象在内核就可以对它进行操作了 但是我们被调试进程啊 它只有这个对象放在我们 e-process debug port里面 然后方便写入我们这个调试事件 往这个调试对象里面 那你可能要问了 为什么说我们调试器只拥有 这个聚饼而调试对象 不是调试器它只拥有聚饼 而这个被调试器它却拥有对象呢 大家想一下为什么 其实这个就牵扯到什么 就牵扯到前线的问题了 我们知道聚饼是R3可以访问的 对吧 而我们这样把这个调试对象 直接暴露给我们的被调试器啊 这说明什么意思呢 就说明啊 我Windows啊 其实是希望你调试器啊 是有拥有在R3啊 对调试对象拥有全部控制 能够接管这个调试器 调试对象的 然后大家想一下也明白 对吧 我这个我调试是 我做一个调试器 我还不能控制我这个调试对象嘛 对吧 我在R3层肯定是可以控制的 但是被调试进程呢 它直接放在了 看它大家放哪 放到这个e-process debug port里面 也就是说你没有20啊 你不写驱动 你是没办法访问到这个东西的 对吧 也就是说你正常一个进程啊 大家想一下 你正常一个被调试的进程 你能不能通过一些 就是常规的手段来 就是顺着这个deblog port 直接摧毁掉你这个调试器 大家想一下是不能的 对吧 其实这个 这个就说明什么 就是Windows啊 它其实是想故意啊 就是啊 就是屏蔽掉 对我们这个被调试进程 它想屏蔽掉你这个调试对象的 就不想让你轻易操作这个调试对象 但其实Windows它也提供了几个比较强大的函数 然后可以让你这个被调试进程 直接操作这个调试对象 后面我们会讲 就六行代码啊 可以通杀99%的 不是最近调试的调试器 六行代码就可以 而且 是 也不会蓝屏 因为是R3嘛 好 调试对象建立 它是通过哪个API 是通过DebugActiveProcessor 这个函数啊 它其实是在R3就可以用 比如我们可以这个 通过DebugActiveProcessor 我们看一下 它返回值是布武类型 也就是要么真要么假 对吧 然后它只要了一个参数 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参数什么 叫做啊 就是PID 对吧 你给我PID 我就给你建立 它们两个联系了 啊 那我们怎么办呢 那我们肯定要逆向一下 这个函数 对吧 这个函数啊 在啊 KnowBase的 这个也是导出的 嗯 我们直接看一页吧 我们就不F5了 这还是很简单 首先 我们看它 保留飞翼式计算器 然后提升对债 常常操作 无所谓了 然后把ECX 这个是PID 对吧 然后给了EBX 给EBX 大家看一下 它 调用了一个什么 调用了DBG UI 然后Connect ToDebug 这个是什么 这个其实就创建了一个条对象 然后返回给我们一个巨饼 不是返回一个巨饼 它是创建条对象 它把这个巨饼存到了我们进程的TB的某个地方 到底是哪个地方 我们一会儿逆向这个函数再看 这个时候我就先给大家直接挑明 这个函数到底干啥 它就是创建一个条对象 然后把巨饼我们刚才不是说你这个调制器 它是有调制对象的巨饼 对吧 它存到哪 其实是存到一个地方 一会儿在TB的16A8这个位置 后面我们就会看到 然后它会检测一下你这个到底创建成成功 GNS就跳到这 也就是可以成功 也就是不是复数 如果是复数 大家看 它把EX复制给ECX 然后调用这个set last error 这样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在文3二编程的时候 使用get last error 就可以得到我这个测误码到底啥了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 假如是设置调制定项成功之后 我们看见 它把这个EBX EBX什么 是PID的 把EBX当作这个残数 然后把这个P 就是PersessID to handle 其实这个里面什么 其实就是打开进程 对吧 然后获取巨饼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地方就直接调用ntopen process了 就是可以获取 也就是说我们调试的时候 大家想一下 我想调试游戏的话 是不是这一步我们就已经死了 因为游戏它一般是有 这个回调保护的 我们连打开巨饼的资格都没有 对吧 那个权限肯定是没有的 调试要求的权限肯定是没有的 好 这个前线没有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步就已经失败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假如成功之后 假如失败 我们看一下 DZ也就是失败了 看一下它会跳到哪 也是跳到这个地方 对吧 跳到直接返回 返回零了 大家可以看到 EX是零 也就是创建 附加失败了 接着 我们再来往下看 往下走 走到这个地方 它把这个EX是返回来的巨饼 这个还是不是返回巨饼的 然后给RCX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 叫做DBG UI Debug Active Process 这个是什么 大家猜一下 其实也能猜到 对吧 既然我这个地方创建了一个调试对象 然后这个地方又打开了我们调 就是被调进 进程的一个巨饼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把调试 被调试进程的一个巨饼传进去了 然后这个叫做什么 Active Process 这个是什么 其实啊 这个函数就可以 把我们这个调试对象 和调试器与被调试进程 连接起来的一个函数 然后这样 它就假如这个成功之后 它就正式连接起来 也就可以调试了 调试之后 我们再看一眼 它把这个RX给了EDI 然后test了之后 然后这个时候常规操作 对吧 判断一下到底有没有成功 然后如果失败了的话 也就是说是GSGS的话往这走 对吧 往这走的话 大家看close ntclose 它关的是哪个巨饼 我们看一下RBX RBX是这个PID2 handle这个巨饼 对吧 关了这个巨饼 关这个巨饼 然后直接set last error 然后就返回零了 如果这个时候成功之后 大家看 我还是同样关 我这个是关掉我们哪个巨饼 还是 其实还是 我们刚才 processID2handle的这个巨饼 然后关了之后 它这个其实就防止内存泄漏 对吧 我用完就关掉 然后关掉之后 我们再看 它就把这个返回值制成1 也就是我们成功了 对吧 这个就是debug active process的一个直线流程 这个就是创建一个调试对象 把调试对象这个巨饼 放到我们某个位置 而这个是把这个进程转换成巨饼 然后方便我们传进 这个函数 让它帮我们连接这里 这三个者之间 那么最后 然后ntclose就根据这个返回值 判断到底有没有成功 所以接下来是不是我们该逆向 这几个导入 它这个是导入的 对吧 导入的导入在哪 这种一般都是在ntdel导入的 首先我们来逆向第一个 叫做dbdui connect to debug这个函数 我们找到ntdel找一下 是有的函数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 这个他首先 他把这个gsgs我们知道是tb对吧 他找这个tb的指针 然后呢 他把 rcs清空 然后清空 他比较一下这个tb加哪 大家看一下 这加哪 1618对吧 他比较1618是不是为空 那假设我们这个地方 他不知道1618是什么 就算我们知道他这个tb 大家看一下 就算大家知道他的tb 他也是一个保留值加8的位置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现在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这里他只是比较了一下 有没有 这个是不是为0 大家看 如果不为0就跳转了 对吧 跳转哪 跳转这了 他就把这个ecx给了iax 这个不是失败 这已经是 这个意思是我已经有 这个 我们这个调測器 他已经有调測对象了 然后他把这个调这个 对他这个是返回返回0了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 返回0的话 其实这个函数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nt status 也就是他返回0是成功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他就是比较一下你这个是不是已经有 有调測对象了 其实这个位置他存的什么 这里我就不卖关子了 他存的就是我们的调測对象 巨饼 大家以后看到什么16a8tb加16a8这个位置 他就是存的调測器的对比 只不过他是windows他没有把它文端化 大家看如果他不为0 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干什么了 大家一看这个函数 nt create debug object 就用角度能想出来 他到底在干啥了 对吧 他是来创建一个调測对象 然后名字给你写的很清楚了 这一段就是传参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他首先把icx给了这个 这个icx是0对吧 然后又把这个局部变量给了28 注意这里传的是指这样 其实这个传的什么 其实就是object attributes 也就是调測对象的这个属性 就是对象属性 而接着他又把 这是给清空了 是吧 然后他又把icx给了 这也是传参 他是把传给这个 都是0都是0 不过无所谓 然后又把这个参数 这个1 给了29d 这个ef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其实如果我们逆的多的话 这个明显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访问研码对吧 也就是design access 你需要你想要的属性 然后他又把这个tb 大家看他把 tb传给rcx 然后又把rcx加了一个1618 那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这个指针 对吧 他传给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这个什么 他把第一个参数 就是把我们这个条存放调试 调试对象巨柄的这个指针啊 给了第一个参数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是ef000f 第二参数 这个是访问研码 也就是design access 第三个是 一个out的参数 为啥 因为他给了一个指针啊 其实这个就是 经过后面我们我参考了一下 1rk他这个就是这个东西 第四个是1 1什么 1就是我们debug object的 flags 必须填1啊 各位 你不填1的话就会失败 就是windows啊 他只只给了 debug object的这唯一一个 就只能是1 好 我们那接下来我们该干什么 我们是不是该逆向一下 这个叫做nt create object debug object的这个函数 对吧 所以我们来逆向一下吧 呃 我们直接打开ntus kernel 毕竟他们是同名函数 对吧 我这里看一下 是需要直接f5还是啥 还是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汇变 这函数不长 但是我记得 还不如直接f5 因为这样看得更清晰一点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函数干什么了 啊 首先 大家看一下这些参数 他其实只传了四个参数 呃 后面为什么 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就是说 看起来像传了这么多参数 刚才我们看的时候 就什么 怎么28也有 38也有 30也有 看起来怎么传这么多参数 其实啊 他一切都是什么的 一切都是 呃 这个罪恶万恶之源啊 他把这个rsp加20啊 给了28 这是一个 很明显传给他一个指针 对吧 然后后面啊 其实都是这个 传给他这个指针啊 因为object的atribus 他这个很大 所以后面他全都给他置零了 就是其实是传的只有一个参数 然后加上29 所以一共是四个参数 这也刚好是四个参数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个叫做 呃 object atribus的一个 呃 这个结构 他很大 我们看一下 好 第一个是一个 就是存放 聚名的指针 对吧 他一会儿要传出 然后第二个是delic access 第三个是 呃 这个是对象属性 第四个是 他这个标志 而标志只能传一啊 各位 叫做debug kill on close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把这个 这个debug 什么意思 debug就是被调试 被调试上 你关闭所有被调试进程 然后在什么最后一个聚名被关闭的时候 好 我们来 读一下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很好懂 大家看一下 就是在这个时候 你逆向的时候会涉及到什么 会涉及到他 有的这种什么debug object debug event 没有这个结构 怎么办呢 我们直接抄这个温压k上就好 直接我们找到这个local type 然后你点这个 呃 insert 然后直接把这个里面给复制过去就好 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温 就是windows 他提供给你这个pdb文件 里面是没有这些 结果 但是温压k里面有 所以我们直接参考温压k 而且前面我也说过 就是 温压斯从xp开始啊 从98开始啊 这个温压斯条件事就从来没有变过 对温压k 我们直接可以参考 后面这句话 我估计会说很多次啊 因为我们要看这个温压k代码 好 说这么多 那首先还是来看一下 找到这个previous model 然后判断一下 previous model 这都是常规操作 看一下是不是越界 然后这下面就不讲 不讲越界之后 大家看 他这个地方检查一下 这个他检查一下 有没有除一之外的任何属性 大家看一眼 有除一之外的任何属性 直接返回C000000D 我们看一下这个 studies什么意思 直接返回C000000D 没找到 我们看一下 这个他很明显写错了吧 大家看一下 前面都是什么C00A C00B 他这个地方应该写错了 这个什么状态 无效参数 也就是说 他参数传递错误了 因为他 他不支持这个flag 也就只有这一个属性 好 我们接着看一下 他给了一个什么68 然后这个 就是 他会调用一个叫做 obcreateobject 这个函数 他其实在干什么 他这个 他看到这个函数 以后在逆向的时候 就会立刻想起 他其实在创建一个 对象类型 一个内核对象 就比如 我这里填 大家看 他填了dbgpdk debugobject type 他也就是他会创建一个条对象 然后如果填这个psprocess type 他就会帮我们创建一个 就是进程 然后一个进程对象 就会创建一个peprocess 然后这个地方 他输出这个参数 就是debugobject 然后如果创建成功 大家看一下 就会往这走 是吧 然后这几个参数 就是会给你说 我记得这个应该是导出的 不导出吗 我们看一眼 这个是导出的 大家看一眼 这个在 他这个是已经文档化了的 我没记错的话 我直接搜MSDM 那还没有文档化 那我们只能搜 就是通过搜这些文档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人逆向过出来 这个其实在文档开里面是有的 我们完全没必要自己看 其实这些函数都很全 对吧 好 我们不说这个 我们去往下看 创建 这个时候 他就会创建一个调实对象 当然是刚创建好 对吧 可能里面都是零 或者是未初始化的值 那这个时候 他就会干什么 大家看一下 他把这个护制体的数量 给制成一 然后护制体的所属 能弄成零 零 当然这些 最重要的看 大家看一下这个什么 我们看一下 他把这个护制体的这个事件 给弄成了 同步事件 对吧 这是在初始化这个事件 方便我们以后进行链表操作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调实对象 他有一个链表 链表存的是调实事件 方便我们进行链表操作 然后他初始化一下这个事件 然后 还有把 大家看这个其实什么 这个是清空链表 对吧 然后他找到这个链表头 然后链表头的左 往后往前都等于他自身 这个是链表为空的一个标志 如果他链表头往后 往前相等 但是不等于他自身 说明这个链表里面只有一个 接着他又初始化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是这个事件什么 这个事件叫做event percent 这个这个里面就是说 我们看一下这个他怎么解释的 就看一下debug的object 这个event percent 这个是什么解释的 他说他看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会被设置 当什么时候 当这个就我们这个事 事件链表 这里说有点混乱 就是这个这个事件是一个 让调射器 让调射器等待的一个事件 这个这个事件会被设置 会在什么时候呢 在我们这个event的例子 是调射事件 这里面存放的调射事件链表 被提交的时候 我们这个事件会被设置 会有信号 所以大家看一眼 这个时候他初始化了 这个啊 这个是初始化之后 我们再往下看一眼 然后如果这个 这个相当于是把这个 debug object给初始化完了 对吧 相当于该清空的 都清空该初始化的都初始化了 接着他就看一下 你这个flag如果为1 他就把debug object的flag制成2 这里一定要区分啊 到底是创建时候的flag 还是说你debug object本身的flag 这个是debug object本身的flag 就如果是2的话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眼 看一下这什么呢 温压k 这个他讲得很清楚 其实原 你完全 还不如照着温压k讲 但是照着温压k啊 感觉又很没诚意 对吧 还不如大家带大家看一下 按一下f5 然后刷一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改变 这时候大家看一眼 如果他是这个是1 对吧 这个我们刚刚的是1 如果是1啊 他就会给这个debug object的flag 复成叫做debug object的kill onclose 看 这个意思就是 我们调试器一旦关闭啊 这个调试跟着的这些被调试进程 他也会受到牵连 我们一调试器关闭 这个调试进程也会被关闭 他只有这一个属性 然后他其实还是有一个属性 就是这还有一个属性是1 这个是什么 叫做debug object delete pending 这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调试对象 他正在等待被删除 所以这有点不像一个属性啊 对吧 有点像一个状态 当制成1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调试对象 快被删除了 好 这个时候他出事化 这个debug object的属性之后 我们继续看他干什么了 他判断了一下 你是不是wow64 wow64也就是不是32位的调试器 对吧 判断一下 如果你是这两个 那就他就把这个flag又flags又并上一个4 其实如果你想做那种自建调试 你想兼容32位的话 这个是一个要兼容的点啊 啊 他并上4这个东西 而且还没有文档化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是没有文档化的 因为温暖k啊 他比较有实在局限性 他并没有考虑到就是wow64的这种情况 所以在温暖k这个上面也没有体现 然后大家看他又把这个insert object ex啊 其实就是把我们这个debug啊 object啊 给插入我们这个进程的居民表里面 当然这个函数是不导出的 我看一下没带ex导不导出 没带ex是导出的 那还挺好的 好 这样我们就 这样就相当于是插入居民表之后 他就可以返回了 对吧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方 他是把我们这个获得的一个巨饼啊 是不是这个时候已经 插入一个巨饼之后 他获得了这个巨饼 就把我们这个对象插入居民表之后 我们获得居民 然后直接啊 大家看这个地方 他就直接复值了对吧 复值了之后啊 他就相当于传出了 然后直接返回 这样我们这个nt啊 create debug object就已经逆完了 对吧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ntdel 他逆完之后 他他创业完之后 他干啥了 创业完之后 大家看 他把这个eax也就返回了这个巨饼 不对 对咱咱咱咱咱咱刚才已经说了对吧 他其实这个地方 他直接传在这个地方的指针对吧 他直接传在这个地方的指针 好传这个地方指针的话 那相当于我们这个地方就有直了对吧 这个时候从此以后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存的是调是对象的巨饼了 那哪怕我们下次啊再想关掉我们这个就关掉我们被调是进程啊 我们下次再想调是另一个进程是不是这个地方我们就不会再进行一片继续再创建一遍了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已经有直了 他会直接会返回啊 大家看到 对吧 好 这个就是我们 已经逆向了 哪了呢 我们已经逆向了这个ntquare的debug object 就是调是对象的创建 好 我们逆向完调是对象创建之后 我们先这一刻也不绝点不短了 我们就先到这吧